星期天国民党要举行全代会 传出挺王金平的人士 可能会提案要求修改 不分区立委的提名办法 真的有这件事情吗 王金平今天说没听说过 我们就来看为什么大家会这么着急 主要是因为王金平的确已经任期届满了 按照现在的规定 王金平其实到了 2016年就是明年立委选举完之后 现在不分区立委任期就满了 不能够再连任 也就是说他的立法院长职务也要跟着卸下来 那么其实他从1999年 就已经当选立法院长 到现在是这个任期最长的院长 那么2004年的时候 国民党第一次提名他当不分区立委 接着2008年的时候 已经按照原本的规定 能够连任一次 因此他在2008年连任一次不分区 而到了2012年 能不能够再连任呢 当时国民党2011年的时候 特别为了王金平 增列了他们的不分区提名办法 其中的一项 担任立法院长 而且有特殊贡献 党又有需求的话 就能够再破例连任一次 也就是说呢 这是国会议长条款 当时大家都说 都是跟王金平帮忙量身定做的一个条款 而现在时间又要到了 在已经两次连任之后 今年有可能会为王金平 再次修改不分区立委的办法 连任三届吗 现在外界打上了问号 而且认为机会也不见得没有 因为原本大家认为说 国民党不会再为王金平开了特例 但是昨天党主席朱立伦说 修改提名办法 其实只需要在中常会当中来处理 似乎预留了空间 党内现在就有不少声音 说要让王金平去任不分区立委 除了当朝野的润滑记 也能够帮国民党拉台身世 大家可能有所误解 那个不是党章 那跟党章没有关系 那是一个办法 办法的话是通常会通过的 目前还没有这样的规划 前一天党主席朱立伦这一席话 没把话说死 让立法院找王金平 续留利润的机会 多了一道曙光 党同事说要提案 说建议修改不分区提名办法 我没有听说 应该不质疑 应该不质疑 会不会有挺王派 在全代会上伺机而动 提修改不分区提名办法 替王金平连任制度解套 王金平很低调 不过党内已经开始 酝酿这样的氛围 所以以这样他的人脉 不管是各阶层的 包括这个企业各方面 大家就共同肯定 他为人方面的这个成效 但在不分区 即使留在立法院来打拼的话 一方面也让这个立委的险情 能够来提升 那当然对于政局方面 能够来产生一个 稳定的一个发酵的作用 要靠洪秀柱这只母鸡 带着小鸡飞 力量可能还不够 需要王金平从旁助攻 在王金平婉拒出任 洪办竞选总部主委之后 续留立法院 起码能拉抬选情 未来续掌国会龙头 扮演蓝绿之间的润滑剂 这个王金平院长的声望 能够足以让胡仲 让这些各党派 都能够对他 一定有所期待和支持 党内替王金平量身定做 修改不分区立委提名办法 除了要考量外界观感外 马总统纳官过不过得了 也是未知数 纵横政坛几十年的王金平 有封配人脉和资源 需不续留国会不分区 朱立伦很两难 有点TV周宗珍 王世凯 萧炳一综合报道